大家好,我是白拉圖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英国的物价生活指数 首先讲一下英国的人工 现在英国的最低工资是8磅72p一个小时 8磅72p一个小时 这个每年都是会加的 英国出粮是税后工资来的 就是每个月你会拿到的钱 已经扣了税了 所以英国是不需要香港工每年是要再交税 就是拿到的钱是你已经交了税的工资来的 那讲一下租屋先 英国租屋其实跟香港一样 就是说看区分 如果是一些比较近市中心 比较好的区 那些屋价可能就千多磅一个月租 那都会有的 那一般来讲 譬如一家四口 我要两个房 或者三个房的一个屋 或者是一些apartment的话 可能是六到七八磅 八八磅都有 那就视乎区分 视乎你在哪里 那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偏离市中心的 或者不在大城市的 可能是四五百磅也都会有 那一般香港人来讲 喜欢的大城市 譬如曼特斯特 譬如爱丁堡 利物浦 格拉斯 那些华人比较多的地方 那一间屋的价钱 即一个房屋的价钱 可能是一千磅左右 由三到四个房间 前后花月 这些这样 那还有就是英国的屋 还要交这个council tax 即是地税 那英国是不用交差项的 那这个地税是分开它不同的band的 那最便宜就是A 最贵的就是H 那英国的council tax 是分十个月交的 最便宜的A 每个月是一百一十四磅 最贵的H是四百零一磅 暂时在2020年这个时间的时候 那还有就是你要交的 即是你的Bill 即是你的电费 水费这些 就真的看你怎样用了 那通常如果是用Gas的话 即是说家里有煤气的话 是会比用电的 由于英国是长年都比较冷的国家来的 所以其实如果是有Gas的话 是会便宜很多 一般来说 如果只是用电的房子的话 要200到300磅 一个月左右 Gas的话 就会可能减到百多磅 一个月 这样 那英国的council tax 就包含倒垃圾的 通常就是两个礼拜 堵一次垃圾 那就是把垃圾桶拉出去 制定的地方 那council就会来收这个垃圾桶的了 那这个车 很多朋友都很关心这些车 那英国的车呢 也是比香港便宜的 那譬如 一架 五年左右的Toyota 那看看有什么型号 譬如你以一架便宜一点的 小一点的Argo 那可能是五六千磅都有 那譬如说你要个本田Argo 即是本田雅各 那样这些车 可能五六年的车 都是要一万磅左右 那就是说其实跟香港会便宜一点 但是就不会便宜太多 就是说这个车价呢 跟香港是差不多 但是仰车会便宜一点 去用council用你的地址证明 去申请一个停车证 Parking Permit 那这些呢 就是五十到六十磅一个月 但是通常 绝大部分的人 是不用给停车钱的 如果排在家的话 那英国还有就是验车 那个叫MOT 英国验车呢 就是车三年车龄呢 就要验的了 验车 是四十磅左右 那当然如果没有东西 你弄了四十磅吧 那譬如你换车 一条车的五到六十磅 都会有 那最贵的二百零磅 都会有 保险 那保险呢 英国的保险是出名贵的 但是贵的意思呢 都是跟欧洲相比 跟香港的相比都会便宜一点 那就是可能是 二百到五百磅一年 全保 那还有就是 英国的保险跟香港是不同的 你买保险 保险是跟人的 即是说你买那份保险 只可以駕駛你自己的车 但是如果你买全保的话呢 对方的车也都有全保 而得到对方车主的允许的话呢 你就可以以第三保的资格 去駕駛对方的车的 那大家在香港那些 no claim bonus 就是说你买完保险一年之内 没有claim过那些 accident的记录呢 就留下了 因为这个呢 在英国呢 是承认的 那大家这个可以看看 那还有一个比较多人问的 就是电话费了 电话费 那通常就是 十多磅 到四十磅左右都有 那这个呢 就是视乎你有多少个data 上网的data 那英国的上网速度呢 是比香港慢 不是慢很多 但是慢一点 那如果你只是用它的plan only 就是说不用 不要手机的话 譬如在Woodlephone 在EE 在三仔 这些呢 那都是二十磅左右 是无限上网的 那说多一句了 英国的电讯公司 其实Woodlephone的网速 是算是比较好的 那三是便宜 但是就是会 网速是比较慢一点 那还有一间公司 叫Carphone Warehouse 大家可以去价价 它是 那一间公司都会和你去 看一下有哪个便宜一点 去给大家最好的deal 大家这样 那我就建议大家 是买个电话过来 然后直接上台 这样会比较划算一点 还有交通 就是乘车 那英国的巴士呢 就是由磅半到两磅 一程 或者是三磅左右的 all day ticket 就是说整天都可以乘 或者买月票 是由不同城市又不同 那通常就是50磅左右一个月 是无限去乘搭巴士的 那英国有一样东西比较好的 就是你的医生和 prescription 就是你的药 在苏格兰是不用钱的 那在英格兰地区呢 药是要钱 那是10磅左右 但是看医生或者住院各方面呢 英国的NHS是世界文明 是不用钱的 牙医是要钱的 牙医通常在苏格兰 洗一次牙是10磅左右 10磅左右 英格兰是贵一点 可能要25到30磅 洗一次牙 那还有就是 譬如去Starbucks喝咖啡 多少钱呢 那一杯咖啡就是3磅到5磅左右 那麦当劳吃一个餐 譬如巨毛巴士餐 或者麦克兰鸡餐 是4磅60p左右 器丸大约就是5磅到7磅 一张飞 那华人最喜欢的就是买米 那一包10公斤的米呢 大约是18磅左右 一包出钱一丁是大约50个p 即是说半磅左右 一个午餐肉 一罐香港都有的午餐肉 就是2磅或者3磅左右 一个生抽就是3磅左右 那这些就是英国的费用 那如果大家有什麽问题的 可以随时留言给我 或者PM我都可以 那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英国的生活费用 大概有什麽 或者需要知道的 都可以留言给我 那祝大家今天开心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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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